大家好,我是彭少 做软件分享 其实是要电脑和手机端同步进行的 但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出关于手机软件的视频呢 很简单 没有找到合适的录屏或者投屏工具 之前也陆续的用过几款 显然不是很满意 直到前阵的接触到了ApowerMera 如果你对它感到陌生 之前我推荐过一款下载工具 叫视频下载王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没错,它们来自同一家族 只是当初推荐的破解版 难免会有各种不稳定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有条件 并且喜欢这款工具 还是支持一下正版吧 你可以先在官网查看一下 免费版和其他版本之间的差别 对系统以及版本的兼容性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购物车进行购买 我现在使用的是年度会员 如果后续没有任何问题 我会选择终身使用 下面介绍一下我选择它的几个理由 首先无论是安卓还是iOS Windows还是Mac都可以完美运行 打开软件之后 你可以选择手机和电脑 在同一局域网下使用WiFi连接 为了不受网络影响操作过程的稳定性 我通常会选择USB连接 而此连接方式仅适用于安卓 首页上也会说明安卓和iOS设备 分别与电脑之间的连接方法 现在我们先用安卓手机进行演示 在WiFi连接下 我们不但可以把电脑画面映射到手机上 也可以把手机画面投屏到电脑端 而且可以同时投射多部手机 而在USB连接下 我们不但可以用手机操控电脑 也可以用鼠标在电脑上控制手机 这样我们无需使用安卓模拟器 也可以体验大屏幕手游的感觉了 它的连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而且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延迟 界面干净 画质也比较清晰 我们找一个影视飓风的视频看一下效果 在横屏模式下可以选择全屏播放 当然画质肯定会有一定的损失 但有些时候总比一群好机友围着4.7寸屏幕 看小视频来的实惠 操作过程中你可以在右边的菜单栏里面 选择截图 录像 标记 强大的游戏键盘和相关的设置选项 在不退出安卓演示的同时 我们现在连接iPad 来感受一下iOS系统下的流畅度 它的连接方式更加简单 只需要打开屏幕镜像 选择Appower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Appower Mirror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功能 就是虚拟键盘 我们可以像安卓模拟器一样 在电脑端用鼠标控制手机 并且可以在USB连接下用电脑键盘进行任何的输入 比如我们搜索朋友 输入过程和在手机端同样流畅 整体来说 它的可用性就不光是一款投屏工具这么简单了 它可以在任何场景下使用 比如办公 教学 直播 或者家庭成员共享精彩视频等等 除了这些 点击右下角的更多 还可以有其他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功能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 就请点个关注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 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或者QQ饲料我 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 也可以来我们QQ群 或者公众号论坛与大家交流互动 来日方长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